下午的三点多在新北市一处民宅是经传气爆的意外 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很多消防车以及救护车 都已经抵达气爆的现场 可以看到因为气爆的关系 有很多屋内里面的物品也全部都散落到一楼里面 初步了解似乎是有一些住户把行李放在阳台边 因此有些行李在气爆的过程当中也炸落 炸到这个社区的中心里面 气爆威力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这整栋六层楼高的建筑物 只要外头有家装铝层的全部因为气爆关系是四分五裂 而且屋内里面的物品全部都散落到路面来 而其实气爆当时发生之后 因为发生很大的巨响 也因此附近的住户是赶紧通报消防人员来抵达现场 警消人员到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烂烧了迹象 于是赶快去人命来搜救 并且也沿络相关的关系 确定屋内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初步了解就是现在目前总共有两名男子 三名女子他们是有分别受伤的情况 也因此是紧急送到附近的医院里面 由于伤势伤者的人数是相对比较多的 也因此新北市消防局有通报启动大伤机制 大伤机制就是因为很多人受到烧烫伤的原因 也因此要平均的分配到看看哪一个医院 他们可以负责来治疗这些患者 其中大伤机制他们才会跟医院这边来联络 看看这些患者他们要怎么分配 而初步了解这些受伤的民众 其实身体大部分的这个伤势的这个情况 是有这个差错伤已经被割离割伤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所有人他们在送医之前的时候 意识都是很清楚的 而且也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 而警消呢当时候呢 就是在把这患者送到医院之后呢 他们紧接着也要来调查说 到底这个气爆的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目前呢他们也已经通知 这个是那个瓦斯公司的人员呢 到现场来检查他们的设备 因为呢现场还是会有闻到一些 这个瓦斯的味道 而这个气爆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后续还要进步来厘清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